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瘦下来 当你瘦下来以后,你会发现 不管什么样的衣服和裙子 穿在我们身上都很百搭 牌照都没有实角 瘦下来以后你会发现 最好的风景就是我们凹凸有形的身材 朋友们一定要瘦 胖呢,我们自己都嫌弃自己 胖我们只能穿大马黑色的衣服 有时候大马的衣服也不好买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瘦 今天给大家分享西红柿鸡蛋快速减肥法 这也是一个清断食的食谱 特别适合端午节后的清断食 早餐呢,我们打一杯豆浆盒 碗里打入一颗鸡蛋 用热豆浆冲一个蛋花豆浆盒 这样冲的鸡蛋对我们管理体重很友好 再配上优质的脂肪椰子油 和150克的圣女果 端午节总是下雨 这是屈原的眼泪 早上喝上这一碗热乎乎的豆浆 还是很舒服的 午餐,我们准备的食材呢 有鸡蛋,西红柿,黄瓜,生菜,小辣椒,香菜 先把所有的食材切一下 两个鸡蛋呢,用手抓碎 倒适量的沙拉汁 中午我们做鸡蛋蔬菜沙拉 这么做既好吃,饮食呢还多样化 减重效果特别的好 朋友们好,我是甜心妈 早餐和午餐呢已经给大家展示完毕 西红柿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维生素是可以抑制人体糖到外来溶子的吸收 抑制人体内脂肪的增生 西红柿的热量还很低 每百克呢只有19大卡 同时含有大量的果胶 及一些食物的纤维 会让我们有饱腹的感觉 同时呢加速藏到垃圾的排除 因此特别适合昨天不端午节吗 我们吃多了今天的清断食 我相信朋友们会通过今天的清断食 能快速的减掉我们昨天大吃长上来的体重 来吧,上我们今天西红柿减肥法的晚餐 这个季节的剩余果特别的好吃 晚餐呢我们就吃150克的剩余果 和一个水煮鸡蛋 简单又方便 朋友们一定要在评论区汇报你们的调唱成绩哦